早啊,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6月9日,星期五,农历4月22 首先进入药文 习近平近日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为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商务部将在今年6月至12月 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统筹开展百成联动汽车节 和千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级活动 全国住房公积金2022年年度报告日前发布 报告显示 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已达31935.05亿元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1841.85亿元 截至2022年底 共有6700多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农业农村部小麦积收调度显示 当前全国卖收进度过六成 进入作业高峰期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国铁集团消息 今年1至5月份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6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 铁路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8日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国有银行 再度下调存款利率 应急管理部发日消息 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 并在京津冀川滇明等地区开展试点服务 截至8日 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到200家 2022年平均实现营业总收入7.68亿元 同比增长21.95% 全国打击整治 枪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部署会8日召开 部署从今年开始到2025年底 在全国范围开展新一轮为期3年的打击整治 枪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8日起 昌景黄高铁全线进入静态验收阶段 标志着昌景黄高铁距离全线开通运营更近一步 8日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启航仪式在成都举行 10日起 火炬将在北京、哈尔滨、深圳、重庆宜宾五座城市传递 之后回到成都 并于7月28日在成都大运会烛火巨塔点燃 据天津市官方消息 日前天津市金南区巴黎台镇局部地面沉降原因调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初步判断这次事件属于突发地质灾害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8日通报 一考生迟到37分钟仍能进入考场 考生图某某阴暴雨受困高价 9022分 该考生跑步到达考点门口 根据江西省2023年普通高考考物工作实施细则 自然灾害及非人为因素影响考试的有关精神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同意该考生进入考场考试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日前赖建明杨国达等7名中央企业管理人员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当地时间7日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向国际奥委会全会建议 撤回对于国际拳击协会的资格认可 这也意味着国际拳击协会将被逐出奥林匹克大家庭 加拿大连日来野火持续蔓延 目前有400多处野火仍在燃烧 其中200多处为失控状态 由于大量烟埋朝南漂移 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地区空气污染严重 下面是服务信息 8日 2023年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 部分省份考生结束全部高考科目的考试 高考成绩将于6月下旬陆续公布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8日发布闭馆公告 自6月20日起暂停对外开放 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根据最新气象水利预测情况 今年主汛期6月至8月 全国降水呈南北两条多雨带 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降水偏多一成以上 长江中游降水偏少二至五成 中央气象台8日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8日20时至9日20时 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中部、云南北部和南部 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雨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谢关注处新闻客户端 我胖了一下 然后马路就炸开了 昨天晚上的我们安人户敲的 但是也废不住 睡的比较沉的 我还知道哪里 是99以上的 他们都疏散到什么地方 各个酒店 被安置出去的大概有多少居民 应该有三千 你们这是几点被通知的 说是要疏散走啊 在半夜2点 有人来敲你们家门吗 开始是在那个小区群里面发的消息 后面就有敲门 所以赶紧撤离 我们就住在这个社区 给我们安排的这个酒店 这时候半夜让我们走 说这个37 38 39 没险 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个38楼 就这个这样 对着咱们这个脚 嗯 底下 它已经 起序了大概有过十多公分了 我陪我上 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这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 党的18大以来 总书记多次来到内蒙古 对内蒙古的高质量发展 生态保护等问题非常关注 这次考察期间 总书记提出最新要求 内蒙古能源资源非常丰富 在双碳背景下 更是风光无限 总书记曾说 内蒙古产业发展 不能只盯着洋 煤 土 气 要大力培育新产业 这次在呼和浩特 总书记来到一家产业园 听取当地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等相关情况 总书记说 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既包括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也包括大力发展风电 光电等绿色能源 让内蒙古的无限风光 点亮全国更多地方的发展 这方面路子走对了 前景会很好 这样的图景 风光无限 生态保护方面 总书记前几天在巴雁闹尔考察 并主持召开一场座谈会时讲到 这两年受气候变化异常影响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次数有所增加 总体上看 内蒙古的草原已经过目了 要注意修养生息 这次在呼和浩特 总书记再次强调修养生息 不光是草原 森林 河流 湖泊 湿地等等 都是如此 祝劳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 防杀 制杀 保护生态 不仅能让内蒙古本身风光更好 也能让全国更多地方风和景明 这样的前景同样风光无限 内蒙古就在祖国的正北方 亮丽内蒙古是当地对自身的定位 也是努力的方向 做好风光这篇大文章 成就的也是无限风光